库里有三宝,三分上篮晃头跑,小西也有三宝,热点资讯分析好,大家好,小西这箱有礼了,安东尼托利福,Anthony Tulliver,不知道有多少球迷还记得这个球员,最近NBA出现用人慌,提胡用10天合同签下了托利福,36岁的他终于重返联盟,万万没想到,签约第二天托利福新冠检测呈阳性,提胡宣布这份10天合同作废,得知自己被解除合同,托利福更新社交媒体, 当你被生活虚晃一枪时,记得要保持冷静,今年休赛期,托利福被费城裁掉,此后他一直在寻求机会重返NBA,本赛季联盟多支球队被疫情困扰,托利福等来了机会,但是连他自己也中招了,托利福在NBA打了13个赛季,效力11支不同的球队,马刺,开拓者,勇士,森林郎,老鹰,黄蜂山猫,太阳,活塞,国王,灰熊和费城, 如果提胡梅根托利福解约,他的职业生涯将效力12支球队,追凭乔史密斯等人并列NBA历史第一,有人说,阿里扎不是被交易很多次吗? 没错,阿里扎被交易11次,但他出战过的球队只有10支,杰夫·格林效力过11支不同的球队,NBA现役第一,即便托利福再签一份10天合同,倘若属于11支效力过的球队之一,那么他依然无缘历史第一。 2007年夏天,大学毕业的托利福决定参加NBA选秀大会,22岁的他落选了,那年的第60顺位叫米洛万拉科维奇,一场NBA比赛都没打过,第59顺位的斯特罗贝里在NBA只打了一个赛季,这样对比的话,落选秀托利福已经足够成功。 直到2008年夏天,马次给了托利福一份合同,他才正式站在NBA的赛场之上。2008-09赛季,托利福为马次出战19场常规赛,场均仅有2.7分,作为一个2米03的大前锋,弹跳和臂展又一般,托利福必须得有两把刷子才能在NBA立足。 2010-11赛季,托利福在森林郎投出了40.9%的三分命中率,2017-18赛季三分命中率更是达到43.6%,这也是他能在NBA打13个赛季的原因,但托利福始终是角色球员,生涯最佳一季场均8.9分3.1篮板,他拿的基本都是底薪合同和10天短约。 2016年那个疯狂的夏天,上一季场均5.3分的托利福拿到大合同,两年1600万美元,虽然第二年只有200万美元受保障,但也是他在NBA最大的一份合同了。 NBA有很多像托利福一样的流浪汉,能够流浪也是一种本事,证明很多球队需要你。 托利福整个NBA生涯出战了730场常规赛,场均上场19.4分钟,得到6.1分3.3篮板,投篮命中率41.4%, 三分命中率37.3%,2018年2月,他当选球员工会秘书长,36岁的托利福可能再也回不到NBA,但他依然还会为这个目标而努力。 好了,今天关于NBA的消息就和大家分享完了,球迷朋友别忘了给小夕关注留言哦。